近日 中共官方不是發漫畫 就是發對比圖 讓大家來找不同 不過 這些圖不但沒有讓大家覺得幽默 反而惹來一片罵聲 包括好友的抗議 而且還不小心揭穿了自己一年前的謊言 到底是怎樣的漫畫呢 我們今天就來了解 我們知道印度現在的疫情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根據印度官方最新的數據 印度現在每天都會新增40多萬個確診病例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向印度提供一些抗疫的設備 或者是藥物等等方面的支援 有媒體報導說 中共曾經連續10次向印度示好 包括習近平親自打電話給印度總理莫迪 想緩和中印關係 但是不料就在兩天後 也就是5月1號 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 中國長安網就開始發帖 譏諷印度的疫情 有的媒體還說這是打臉習近平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左邊是中國發射長安8號運載火箭的圖 而右側則是印度當街焚燒新冠病毒死者屍體的照片 並且還為圖片附上了標題說 中國點火對比印度點火 結果可想而知 這要拿別人的死傷痛點來挑釁的行為 不僅是惹怒了印度 還惹怒了一部分的中國網友 有網友們指責說 沒有人性殘忍 難以想像一個官微能夠發出這樣的內容 其實這已經不是中共官方第一次以圖片的方式來嘲諷他國了 就在今年4月底 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 為了批評日本排放和廢水入海的事情 也發了一張對比圖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是日本的名畫《神奈川衝浪》裡的《原土》 它展現的是日本漁民面對衝浪時頑強的精神 算是一幅舉世文明的日本藝術作品 而左側這張則是將《原土》修改了 你看 將富士山改成了核電站 還將海中衝浪的人改成了戴著房東面罩 往海裡倒河廢水的人 還有這一幅 這是中共中日大使館想要譏諷美國 在4月29日發在推特上的 我們來看 死神正在敲埃及的門 而且死神身穿的是美國國旗的衣服 也就是代表美國 而其他幾扇已經敲開的門 已經流出了鮮血 並且在推文上還註明說 如果美國帶著民主來 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那根據最新的消息 由於這幅畫 死神手裡的鐮刀有猶太教的圖案 冒犯了猶太族群 所以中共在接到以色列的抗議電話之後 一小時內就趕緊把這個推文給刪除了 而且有趣的是 這幅畫其實在去年的5月也曾經出現過 它是出現在了中共駐法大使館的官方推特上 不過略有不同的是 身穿美國國旗的死神 他是正在敲香港的門 並且用法語註明說 誰是下一個 但是真正譏諷的是 中共駐法大使館當時是說 這個不是他們幹的 聲稱是有人假冒了他們的推特賬號而發的 中共使館是假消息的受害者 不過如今看來 中共當時的謊言是被揭穿了 正如王赫先生所說的 唐朝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 在經濟、政治、文化的交流上所體現出來的氣度 吸引了萬國來朝 於東亞、東南亞、非洲、歐洲等等國家還有地區 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外交關係 那說到這兒 是不是好像又形成了一幅非常鮮明的對比圖呢 左邊是萬國來朝、繁榮古國 而右邊則是在歐洲、印太、美國都不討好的中共呢 是不是也可以為其附上一個標題叫做 傳統中國對比當今中共呢 大紀元時報遍佈全球 不受財團、政黨影響、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教於樂、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0800-566-688